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联合国秘书长 国特雷斯反复要求 就是派人权 联合国人权高官 到新疆去查看 维吾尔人人权状况 所以有很多朋友认为 可能目前新疆的情况 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我想了解一下 到底现在有没有变化呢 表面相反有变化 当然最大的变化就是 这个种族灭绝的直接执行者 陈全国被弄到中央去了 有人推测他会靠边站 有人推测他可能会被冷落 然后给个象征性的 但我始终认为不会的 他与习近平是与习近平一块 聚荣 一荣聚荣 要么就是一回聚会 因为他执行的是习近平的政策 习近平对他非常赏识 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后台 实际上是习近平 陈全国不过就是个执行者 柜子手而已 我从一开始就说 习近平是希特勒 陈全国就是一个希姆来 就这么个角色 所以最大的变化 就是这个希姆来 被调到中央去了 陈全国 那么来了一个笑面虎 貌似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 他可能也真的有一些学问 航天方面的 当时马兴瑞来了以后呢 也有一部分人很高兴 好像也有一部分维吾尔人 包括在社交媒体上说 马兴瑞有博士学位 航天专家 所以他可能会有变化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就回复一些人 希姆来也有PhD 也是博士 在那个奥斯维辛 是在波兰 波兰的当时的这个 占领军的总督呢 叫Hans Frank 他是国际上著名的律师 法学家 然后呢 希特勒德国的宣传专家 葛佩尔也是博士 希姆来还当过中学校长 所以说 我用这些例子回复这些人 意思呢就是要告诉他们 学历并不代表一个人的人品 并不代表一个人就是一个好人 高学历也可以是最坏的 也可以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所以呢 马兴锐来了 但马兴锐呢 来了以后一直 包括上个星期 他到和田 还是视察警察局 视察武警部队 先呢 看的是这些 然后呢 他一再的强调 稳定是第一位的 陈全国书记 这种做法 是稳定了这一方土地 所以呢 我们要继续保持 所以从本质上 任何东西都没有改变 只是换了个官员 然后呢 在表面上开始做工作 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一件事呢 就是说 共产党非常擅长于 先把你压到 喘不过气来 然后再让你松一口气 很多人就感觉 特别感恩戴德 马兴锐来了以后呢 把那个星期六 星期天的休息给恢复了 就是让一部分干部休息 大家就我看到 包括那个叫王大豪的 共产党的笔杆子 大喊 哇 马书记是伟大 让我们可以休息两天了 这下有了新的感恩戴德 休息是法定的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 都写着的 那么没让你休息 本身是剥夺了你的权利 现在只不过是把剥夺的权利 又给你恢复一下 你就感恩戴德 就是说这种 这是顺带而过的 但是这种小动作呢 却很能够蛊惑人心 很多人就此以为 哇 很多东西都改变了 什么都没有改变 维吾尔人那些被抓捕的维吾尔人 还在集中营里头 他们的方式呢 只是换了从集中营 换到强制劳动营 他们都在 我听说这两天 有人给我从东土爵士 发来信息 告诉我 陈全国走的时候 向全部警察 包括各级的政法委 下命令 要把全部的集中营的那些文件 要销毁 对于那些名单 全部都要销毁 那么现在呢 如果联合国去 那么这些文件 他们都看不到的 都没有了 因为这些维吾尔人 集中营里的呢 被换到了 强制劳动营 那么一部分的 维吾尔知识分子呢 已经被判刑 而且呢 从2021年开始 2021年 22年 还有今年的年初 还有维吾尔的艺术家 歌唱家 还在继续被抓捕 有的已经被判刑 所以这说明 这种大抓捕 并没有停止 他只是在表面上 在做一些工作 至于联合国 我觉得联合国 是一个失败的 尤其是在维吾尔人问题上 种族灭绝这个方面 包括联合国秘书长 古铁雷斯 是失败的 他到目前为止 没有提过一句 有关维吾尔人受到迫害 哪怕是轻飘飘的说一句 维吾尔人的人权被见 他都没有说 可能在桌面底下 他和习近平达成协议 就是说他和这个人权高专 米歇尔巴克勒 他在奥运以后 如果他们参加奥运 奥运以后就让他们去 东土厥斯坦 可能有这么一个协议 所以呢最近人权高专的先期 先前队上星期已经到广州 14天 就是quarantine以后 隔离以后 然后要去东土厥斯坦 然后呢 这个人权高专 米歇尔巴克勒 他要去 那么他能不能去城 最后一刻中 只有他上飞机到乌鲁木齐 我们才说 我认为我们才可以说 他去了 否则的话 我觉得任何的可能性都有 包括 现在我们知道北京 这个疫情 好像又被习近平加重了 现在的中国的疫情 不是疫情 是正情了 那么就说 他们想封哪个地方 就可以封哪个地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有可能 把乌鲁木齐封了 然后告诉人权高专 你去不成 去了以后就是15天的quarantine 那这样的话 他们也会可能会在最后一刻 改变这个 所以 我认为去一步去结果都不大 因为人权高专 首先他也失败了 他失败的原因在哪呢 他们人权最高理事会 准备了一个有关维吾尔人的报告 这个报告呢 从去年开始 就说要发表 一再推迟 一再推迟 包括在去年的12月9号 当英国的伦敦的维吾尔法庭 独立法庭 做出种族灭绝判决以后 第二天 第三天 人权高专的发言人 女发言人说 我们看到了这个法庭 独立法庭的判决 我们会引用这个独立法庭的结论 在一个星期以后 我们会发表我们有关维吾尔人的这个人权报告 但是就此 石沉大海 到目前为止 这个报告 没有人看到 他们也没有发表 为什么没有发表 联合国没有说明 人权高专没有说明 那么既然说了要发表 而又没有发表 说明这里头 已经在和中国政府妥协 一再的妥协 而不是一次的妥协 一再的妥协 从一开始的要发表 然后是在奥运之前要发表 然后是奥运以后要发表 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发表 说明中国在这里头 已经在玩游戏 那么这个人权高专 去了以后 又能改变什么呢 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说 带着什么调查的目的 我们不欢迎 对话他们要欢迎 也就是说 人权高专去了以后 也只能在中共的安排下 去一些地方 而且呢 有另一个现象 就是我在推特里头 昨天我也发了一个 突然间 在东土厥斯坦 开始向维吾尔人宣传 国家机密实不准 那么这个宣传呢 实在向维吾尔农民宣传 国家机密实不准 张杰兄 你是很清楚的 你也在当过律师 那么国家机密 哪一个级别的人 可以接触 据我所知 我当老师的时候 一般是初级以上的干部 才有接触 可能接触国家机密 那么至于维吾尔人 能接触到 哪一个级别的国家机密呢 两个例子 一个 是1991年的 八人乡 维吾尔人暴动的时候 当时中央 和自治区的来开会 是在适合的开的会 而当时的自治区主席 田木尔达瓦买提 是在 据说是在一个星期以后 才告诉他 我们已经镇压完了 然后让他去看 这是第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 自治区的主席 在这样的情况下 都是蒙在鼓里头 有汉族人自己 先决定完了以后 把事情干完 再通报他 另一个呢 就是说 新疆工作会议 已经召开了 大概第三个 是第四个新疆工作会议 从一开始的 第一次新疆工作会议 没有一个维吾尔人参加 第二次没有一个维吾尔人参加 诺尔百克利作为自治区主席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他没有权利参加这个工作会议 兵团的副政委 副司令员都可以参加 也就是说级别比诺尔百克利低的汉人 可以参加 但诺尔百克利不能参加 也就是说 为什么他不能参加呢 是因为国家机密 不想让维吾尔人知道 但是今天 突然中国政府要向维吾尔农民 使不准国家机密 维吾尔农民知道的是哪一个级别的国家机密呢 种族灭绝 集中营 再教营 职业营等等 这些集中营的秘密 维吾尔人都知道 因为每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都有人被关押 被迫害 孩子被带走 所以这个是中国害怕的 他害怕联合国来了以后 会有勇敢的维吾尔人 站出来把这个揭露 所以呢 他们要向维吾尔农民说 国家机密 实不准 实际上这个不是国家机密 是罪恶 是法西斯 纳粹政策 他不想让外人知道 也不想让维吾尔人讲 所以 从这些种种迹象看 说明 那里的情况 没有任何的变化 包括最近 如果我们看的话 维吾尔人 孩子们 还在穿着汉服 所谓的唐朝的服装 在那背诵空公子的论语 以及那三字经 百家姓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 从文化方面的种族灭绝 也就是说 他们 我怀疑中国政府 是有计划的 按照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 伴随着陈全国五年的种族灭绝 已经第一阶段完了 他只是阶段性的这个完了 也就是说 第一阶段 他要做的是 把他认为 是维吾尔人当中的 有影响力的这部分人 以及呢 不愿意向共产党低头的 这部分人 有民族气质的这部分人 要把他们全部 关进集中营 判刑 折磨致死 等等 这部分他们已经完成了 这部分他们完成了 然后呢 第二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说 要把维吾尔的农民 从他们的家 要剥离 从他们的家园 把他们割离开 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 之所以能够存在 并不是因为城市 而是因为农村 维吾尔人形成的这种 长期的社区 那么这个社区里头呢 就像我们以前讨论过的 那么社区里头 因为大家都是 知根知底 几代在那里头 对长者有尊重 各种方面的 维吾尔人的文化的 传统习俗 在那里保存着 而且呢 在那儿延续的 现在他们要把维吾尔人 从根底子上 从农村 从他们的社区 全部打散 包括喀什格尔的 和田的 然后把这部分人呢 送到所谓的 工业区 开发区 做强制劳动 那么这一步呢 他们也基本上完了 现在剩下的呢 就是把维吾尔的孩子 完全用汉化教育 这个呢 是长期的 当然不能够五年 两年就能完成 所以他们下面在做的 就是这个 所以没有任何改变 表面上有没有一些改变 表面上的一些装饰呢 有 但是实质上 种族灭绝 还在继续 抓捕 还在继续 伊丽夏的先生 就是如您所述 那就是目前的情况 实际上 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同时呢 就是人权高专 这回去 我们都可以设想 肯定是一场演出了 是吧 政治演出 也会有 维吾尔族 少女 小伙子 在歌在舞 也会有 这个维吾尔人 欢迎他们到家里去 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总是往前在走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还是能够通过观察 或者通过 比如说清真室 少了多少 维吾尔人的孩子 是不是在接受 汉花教育等等 能够有所 发现一些什么东西 最终呢 能够解脱 维吾尔人的苦难 我也有个问题 接着你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也是这个观点 尽管我认为 改变不了什么 但是呢 我认为 去 还是说明 有一定的意义 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第一个 去就说明 为什么他要去呢 人权高专 他要去 看 种族灭绝 有没有 因为这是国际社会 都知道的 中国呢 被迫 被迫 答应 他们去 去的目的 就是要看这个 这是其一 意义非常重要 说明这地方 有问题 所以联合国 要去 人权高专 要去 要去调查 这大家都是知道的 尽管中国说 不欢迎调查 第二个 就像您说的一样 去的这些人 都是 非常 对人权工作 非常熟悉的 他们 从能从表面看到 背后的东西的 这些人 在这里举个例子 就是说 斯大林苏返的时候 古拉格 当时在西方 有人揭露出来以后呢 斯大林就 邀请了 法国的一些 左派的 各个方面的 一些作家 名人 包括英国的 肖伯纳 也去了 肖伯纳 回来以后 写了一个文章 说工人阶级的 天堂在 在苏联 把斯大林 赞美了一顿 但是呢 法国的 回来以后 还是有一个 有几个作家 发现 问题非常严重 他们最后 把这个事情 揭露出来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一个细节 就是说 我忘了是 哪一个人的 他们到监狱里头的时候 就劳改营里的时候 就是说 苏联方面说 你看他们的 幸福的生活 他们穿得 干干净净的 有人在读报纸 有人在喝咖啡 有人在那劳动 大家都看着 非常高兴 但是有一个记者 发现 那一个读报纸的人 把报纸是拿的是 反过来拿的 就是说 报纸是反着读 那么他当时就 感觉 有点不对劲 他过去 故意看那个人 那个人还是 反着拿 看了他一眼 然后反着 把报纸 举得高一点读 假装读 反着报纸是读不成的 那么最后 这个记者明白了 这里面全部都是 反过来的 都是假的 所以呢 我相信 这些联合国的官员 去了以后 也一定能发现一些东西 能够 我记得 两三年以前 当他们 有一些西方记者 去的时候 在一个集中营里头 维吾尔人唱歌跳舞 出去以后 他们发现 黑板上写的 有维吾尔字 好像是 也是揭露一个的 具体的我忘了 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 只要这些人 他们都是专家 细心 耐心 相信他们能够 拿到一些东西 看到一些东西 这些人既然能够 下定决心去 我相信他们 不会空手而归 他们也一定能够 发现一些东西 所以 尽管改变不了什么东西 但去本身是有意义的 谢谢 您的观点非常正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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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